海巡署第12暗巡队从去年到现在 在花莲境内一共出勤了10件救生救难的案件 近一个月因为接连发生了海女 以及调客失足落海上面的意外 决定集企在辖区的五处安检所 提供了50件救生衣免费租借的服务 期盼能够降低民众从事水域活动的时候 溺水意外的发生 花莲第12暗巡队说 去年至今共执行事件 救生救难案件有鉴于民众 与海岸地区从事钓鱼 水域油气以及其他活动时 因未尝穿着救生衣等防护装备 导致发生溺水事件 于是决定将提供免费救生衣 降低汗室发生 我们现在花莲鱼港安检所的部分的话 目前现在有15件的那个一般的救生衣 可以租借给钓鱼或是一些 水域游戏活动的民众来去做使用这样 因为近年来发生多起的救生救难案件 那发现的时候 发现的民众几乎都是没有穿救生衣 所以无法第一时间做一个自救的动作这样 岸巡队也说目前岸巡队所属的北浦七星潭 花莲鱼港 岩辽鱼港 十梯鱼港等五处安检所 将分别提供总计50件的救生衣 让民众无偿借用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先看海域是不是安全的 如果是浪很大不太安全的海域 即使有我也是不会去借也不会下水 但是如果是安全的海域的话 我觉得有保护是相对比较安全 也比较可行的 民众如果想要从事钓鱼 水域游戏或是捕捞鳗鱼等等的活动时 欢迎大家借用 并且维护自身的安全 记者林杰花莲室采访报道